好了 来吧 我们开始了 刚才调了一下 好像还是缺点东西 这些工具 我这些工具可能有点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都有 应该可能也都有无法调试的问题 后边我们送一下 然后整体给他改了 然后呢 如果现在咱们班同学有用一些其他的相关工具 还是对吧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这个LIFS确实需要学 但是确实工具有点老化 好了 刚刚呢 我们就等于把这个包装类当中的这个字性 是吧 我们就给他说过了 是吧 包装类型 是吧 或者叫做什么呢 叫做自动装箱 对吧 自动装箱时 会调用这个 value of方法 是吧 value of方法 那么 整数 会提供 提供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缓冲区 是吧 将 常用的 256个 数字 是吧 进行 提前 创建地项 并保存在数据中 然后呢 实现复用 复用 实质上呢 就是刚刚我们在 这儿 记录的 是吧 先创建了 这个对象 那当然 这个 这句话呢 我给他拿过来 然后做一些 稍微式的 修改 看哪句更好 自动装箱时 或者 对 整数 对吧 整数是谁呢 就是 bad short int long 或者叫bad short int long 四种整数 包装类型 是吧 都提供了 对应的缓冲区 哎 把这句 替换 然后 提前创建 是吧 将常用的 256个数字呢 提前创建成 对象了 并保存在数字当中 实现复用 那么就有了什么 就有了 刚刚我们所说的 哎 实现复用 是吧 啊 记 在我们的 这个区间内 啊 记 在 这个 区间内 复用 已有 对象 啊 在区间外 啊 创建 新对象 啊 所以呢 就会存在了 那个 当使用 双等号 去比较 两个对象时 哎 会有处和fals的 这样子 区别和差异 啊 OK 好了 到这儿呢 我们就等于 归纳了一下啊 案例当中呢 还是比较完整 是吧 案例在这儿啊 这里边呢 注视内容 是吧 还是比较完整的啊 OK 这个我都关掉了啊 都关掉了 再往下来呢 实质上 我们就要学 四幅串啊 啊 先封 Z21 P3 这个呢 是 Strength 啊 四幅串了 好 好 加一个新的类 就是 class 好 Test 啊 Basic Stream OK 我们从这儿开始 应该我看一下啊 应该没啥问题啊 你看你们的一个例子也行 是吧 就我那不行 这什么命啊 天灾啊 好 从这儿来 四幅串啊 当然今天呢 还剩一点点时间了 是吧 啊 那我们就能讲多少 讲多少 是吧 啊 至少把一些 基本的概念呢 我们做一个明确 好 四幅啊 四幅呢 是区别于我们的 常见对象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 四幅是一个特殊的对象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Java设计当中 字符串这个东西啊 是常量 啊 是常量 创电之后呢 不可改变 啊 当然了 实质上 指的这个字符串 指的是双眼号 啊 我写个ABC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个常量 对吧 实际上之前我没说 你随便写个1 或者随便写个3.5 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常量 对吧 哎 他都是对应的值嘛 值都是常量啊 好了 那么自这来讲的话 哎 他是个类型 对吧 哎 那他所对应的值 是不是就是这个双眼号 什么ABC啊 哎 好了 这个东西是常量 好 这个东西创电之后 是不可改变的 啊 创电之后不可改变的 好了 那么明确一下 如果我现在直接打印 在这里输出ABC 好 同学们一定要明确 ABC 在我的内存当中 就是一个常量啊 好了 常量 那么如果我定义的一个变量 叫S1等于ABC 好 那还是那句话 右边的这个是常量 左边的这个叫变量 对吧 S1是不是一个死菌类型的变量 当中指向了一个常量啊 所以S1只是能找到它罢了啊 好 变量S1等于什么 常量ABC啊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了 所以呢 明确的是这个东西啊 明确的这个 那么再往下来 我们还要看一个特性啊 之前我们讨论过 只是没有过多的去做解释啊 好 S1等于ABC S2等于ABC 然后SizeOut S1等于等于S2 其实这又是一个 跟刚刚的 在我们的包装类型当中 讨论的内容有点相似啊 但是还是越有区别的啊 越有区别 S1和S2进行地址的比较 你会得到一个 处 当然上面这个ABC 忽略是吧 你会得到一个处 好 那就意味着 这个常量 在我的内存当中 和这个常量 实质上是同一个 他们的地址也是相同 那么当然 与之类比的 就是S3等于NU4 ZABC 好 那么我再用 其中的一个 S1等于等于S3 再去比较地址 这就是什么了 这就是BOSS 好 那是BOSS 即意味着 这个叫做常量的ABC 和我这个通过NU5 语句得到的 并非是一个地址的 哎 这个大家都应该明确 它在哪里呢 它在堆当中 啊 堆当中 堆内存 但是 上面的这个常量在哪 哎 不知道同学们 还有没有 印象 我们之前 其实是讨论过 常量会存到 哪里去呢 回忆回忆 我呢 找一找 当时的那个独立 很容易 一下就找到了 放进一个新的 显示文稿吧 哎呦 还不行 我这儿还得推出全屏 再删 哎呦 这怎么见蓝色 行 也可以 好 对了 当时我们说过 常量池的问题 是吧 哎 常量池的问题 运行时常量池 好了 那我们就以这个图为例了 啊 然后我们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我不要了 删掉 好 哎 嗯 我改个名字 是吧 这个呢 叫做 此菌的 常量 此菌常量 保存在我们的 电脑 批盘 什么的这个 看例 啊 TPSC 好了 那么我们通过这张图来做一个解释 啊 做一个解释 在这儿 SE 哎 等于一个常量值ABC 那么他就要在内存当中 把这个ABC先存好了 所以啊 会把ABC先存好了 好 存到哪儿去呢 那一定会存到我们的常量池当中 啊 当然了 是吧 这个呢 咬文嚼字的话 可能 呃 得这么说 是吧 存在了这个类当中的 这个方法内部 是吧 这是与这个类相关的常量啊 那么如果你要是有个随便写个类 是吧 嗯 这个类呢 有一个属性 是吧 属性当中有一个值啊 比如说 Teacher 然后StreamName 内部等于多少呢 内部等于Hello 是吧 或者叫叫叫叫叫叫 杰克吧 啊 别叫Hello了 好 那还是那句话 这个就是个常量 对吧 哎 这就是个常量 这个常量在哪呢 在我们的常量池当中啊 谁的常量池当中 就是存储了Teacher 这个类的信息的 常量池中去 啊 所以呢 是这样的意思啊 好了 那当然了 我们在暂时不讨历局部变量 实力变量 静态变量的一些差异啊 其实差异上呢 不算太大啊 理解上没有区别 回答这张图 哎 好了 这个常量我就删了啊 那么当你在内存当中 是吧 啊 或者说 当你在这使用到ABC的时候 注意 其实它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常量的存储 啊 已经完成了ABC的存储 那为了混 不混淆是听 这句我就输掉了 我们从这开始说 ABC 一旦读到这个东西 注意了 它一定会在你的常量池当中 存上这个ABC 好 那现在 结合这段代码 ABC 即是在我们的常量池当中 开闭了一块空间 好 当中是什么呢 ABC 好 它会有个地址 哎呦呦 不能用黄色 看不见了 它会有个地址 好 我们给它假定一个地址 0X ABC 好 一个新的地址 是吧 接着呢 需要把 这样的一个地址 复制给一个局部变量 SE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局部变量 来一份 哎 放个颜色 好 它叫SE 当中存储了一个地址 是这样 接着 只向这里 哎 只向了这块空间 可以了 好 那么再往下走是什么呢 第二行 哎 又有一个ABC 是吧 然后要复制给S2 那这个时候注意了 我们的这个ABC式常量创建之后呢 不可改变 那永远也无法变 它就具备了复用性 对吧 甭管你在这用 在这用 在这用 在哪用 这个东西 它都是不变的 对吧 哎 我被多个人使用 引用 都没有关系 所以当遇到这句话的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 他 还是会在你的常量池当中 哪里存在的ABC的地址 付给这个S2 所以呢 就会又有一个新变量 叫做S2 我这个图实际上 画的有点小了 这个我删了吧 这个呢 就不小 往上挪一挫 好 它叫什么呢 S2 当中也存储了 在运行时常量池当中 已经出现的ABC 所以呢 它也指向这块空间 大家都找这个去了 都找这个去了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S1和S2 其实引用的 就是同一个地址当中的 这个常量 ABC 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 它俩比较地址 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出 如果要是问 说这两行代码 到底创建了几个ABC对象呢 注意了 是一个 这两行代码 创建了几个ABC对象 一个 以上 是吧 这个两行代码 创建了一个 字幅串的ABC对象 然后保存在 常量池 常量池中 好了 这就说完了 是吧 再接着 注意这儿了 这叫什么呢 new string ABC 那你这个时候 注意 依然要new 它就会开辟在 堆中 好 这样代码一直行 承点力 跑背一会儿 就在我们的堆当中 开辟了一块空间 这个空间里边 存的什么呢 ABC 再接着呢 把这个地址 要付给一个局部变量 S3 好 回来 好 背一份 这是多少呢 S3 而S3指向的 不再是附用10中的那个了 而是应用亏中的这个 好 那这个时候你说吧 当然这儿 这儿是不是得 这儿得改了呀 对吧 把这儿得改了 所以S1和S3比较地址 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呢 二者不一样 对吧 他俩比较地址 地为 foss 地为foss OK 那 实质上 说到这儿 大家就能有体会了 对吧 所谓的复用性 我们的字符串 本身自带 对吧 那它在哪儿复用呢 它在池中复用 已存在的 就都应用它 但是如果你显示 通过六语句创建 即表示你要将它分配在 对空间中 不再复用以往内容 所以它会指向新地址 那么二者在比较的时候 不一样 对吧 那好了 回到这边来 这行代码 创建了 对吧 此行代码 创建了一个 堆中的 或者就创建了一个对象 一个ABC对象 保存在哪呢 保存在堆中 堆中 这是不一样的含义 这是不一样的含义 OK 地儿得到的结果 这儿就变成什么呢 保存 好了 看看大家这里 有没有不明确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当然我说了 是吧 你要是这三行代码 往这一放 一共创建了 两个对象 对吧 前两行 是创建了一个对象 后一行 创建了一个对象 好的 所以这个明确一下 这就是我们 字不串的一个 基本特性 是吧 因为它的不变性 所以呢 它肯定是可以共享的 回到这儿来 我们再说第二点 是吧 基于创建之后 不能改变 那么字符串的 这个字面值 存储在了 哪里呢 池中 是吧 可以共享 可以共享 好了 那这儿呢 就突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做字符串池 大家也别再觉得奇怪 为什么呢 就是字符串 特殊就特殊在这儿 所有的长量 应该都存到 长量池中去 对吧 我这儿 找不到了 所有的长量 都应该存到 长量池中去 那么注意的是 运行时 长量池当中 实质上 还有一个包含的关系 是专门 服务于谁呢 专门服务于这个 字符串 所以我就得 再来一块空间 这个空间 我也给它起个名字 它包含关系啊 好了 这叫字符串池 字符串池 然后呢 实质上这个东西 如果是字符串 就会放到这里 哎呦呦呦 这怎么了 覆盖了 像底下一层 哎好了 哎呦 这看着多别扭啊 撤销影 再撤销影 我先让它俩置顶啊 置顶 哎 得了 就是这样 那你就做个分类吧 如果是其他类型长量 会直接保存在 长量池中 如果是字符串池的话 OK 啊 如果是字符串的长量 就放到一个专门的 字符串池等 啊 这两个也要 作为 所以就多了这么一块 这个所谓的欠套 那么你说 字符串在 字符串池中 OK 你说在运行时长量池中 也OK 一个意思 好吧 就是多了一层 欠套的逻辑关系 不要觉得奇怪啊 那么在我们的API 文档当中 经常能读到这个东西 啊 块池啊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那么将来我们对死菌的应用 不纠结于他的 到底在哪分配的是吧 而是对于字符串的处理 好了 我们找一找 在我们的浪包下面 有这个死菌 哎 好了 你看 这个死菌的一些基本描述 啊 是什么呢 哎 死菌类表示字符串 伽巴程序中的所有字符串 如什么呢 双引号ABC 实现这个类的实力 其实都是这个类的实力啊 都是死菌的实力啊 像这种 好了 那么字符串是什么 是敞亮 哎 他们的值呢 不能被创建后改变 就是说不说人话是吧 字符串是敞亮啊 值呢 创建之后不可改变 然后支持可变字符串的缓冲区 这是另一码事啊 然后 那个可变字符串 是我们后续要讲的 因为字符串的不长量 所以他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被共享 啊 这就是我们字符串的一个特点 对吧 所以你在这呢 也能看到一些结果 只不过呢 这个话说的有点 别扭 是吧 哎 话说的有点别扭 好了 回过头来 哎 我们继续讨论 所以呢 既然是 这样的 那么下边 我们就说了 是吧 哎 你用字符 创建 这产生一个对象 保存在持种 如果你要是拗这个 哎 那么注意了 是吧 哎 产生 亮啊 当然了 这里边有一个顺序问题啊 我刚才只说了一种 啊 注意 这里边的顺序问题指什么 这个顺序问题指的是 如果 你在首次就是通过拗语句创建的 那么哈喽 会先放到池中一份 啊 注意啊 哎 这块呢 还挺有意思 我得把这说了 我把这个给忘 好 现在你看这个顺序 S1先存在 对吧 所以呢 会怎么办呢 在你的池中先存上一份 ABC 对不对 哎 好了 S2呢 也创建之后呢 会应用原来的ABC 那这两行代码 是否表示创建了一个对象 对吧 哎 创建了一个对象 那么 与之相反的情况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把这行代码 注意啊 我提到上面去了 哎 那这个意义可能就有变化了 什么变化呢 你注意看 拥死菌ABC 这个时候 它是如何来完成操作的 一定是先 读到了一个ABC的常量 注意 那它会怎么办呢 首次出现 好 会放到池中 注意啊 ABC首次出现 会放到哪去呢 会放到池中 那么 接着呢 拥死菌 是通过这个常量 构建了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会在哪呢 会在堆中 那是不是意味着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顺序脉络 就变成了 它直接产生了两个对象 听懂啊 它直接产生两个对象 那么下边这两个呢 就都引用池中的 不会再产生对象了 好 我不知道我这块 同学们有没有体会啊 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差异 感受一下他们的差异 是吧 如果下边的这两句 在上面 对吧 先做这个事 那就是 我再说一遍吧 这个放到这 是吧 这呢 我这么做 对吧 这个注释往后放 哎 好了 程序字顶向下执行 遇到这行代码 好 这就创建了一个对象 是吧 时钟 一个对象 哎呦 怎么变繁体了呢 我看看 在这儿改一改 哎 好了 时钟 一个对象 没问题 是吧 然后这第二行 执行了之后呢 啊 独创建对象 独创建对象 对吧 然后这儿呢 再执行的时候呢 这叫堆中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脉络 是吧 哎 当然 下面另一条脉络是什么 我已注释的形式了啊 那个我就不删了 死菌 S3等于6 死菌ABC 对吧 好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ABC 首次出现 堆中存一份 对吧 所以这句会有 啊 不对 不是堆中存一份啊 首次出现 持终存一份 所以持终 一个对象 接着 是不是还要依据 它的这个常量值 来构建一个字符串 保存在堆中 所以这句话 堆中 也是一个对象 哎 这就一次创建了两个 但是它要是创建了两个 你后边再用到什么 再用到这个 死菌 S1等于ABC 好 这就不创建对象 然后怎么办呢 引用持终 引用持终对象 死菌S2等于ABC 也一样不创建对象 然后引用持终对象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看是否满足 首次出现 满足首次出现 那 这两种情况 顺序的不同 会导致创建的不一样 OK 好了 顺序的不同 导致创建的不一样 怎么了 看看有什么问题 那要S1R3就成立了 成立什么呀 听哪去了 人家是基于他完成的构建 什么叫构建呢 我给你个10 来构建个对象 你能说10是对象吗 你体会体会 BETB等于 NUBET 别BET了 快变了 还得转型 INTEG I等于NU INTEG 这儿我给个100 好了 你告诉我 这100是个对象吗 这100是个常例 但是谁是对象地址啊 是这个NU INTEG啊 这不一个道理吗 你能说这100单拿出来 你说它就是个地址吗 说能直接付给它吗 不能的 明白吗 不是也不是不能 是吧 它会怎么办呢 你要直接付给它 它是不是就通过 刚刚我们的VALUE OFF 进行构建对象了 这不一个意思吗 它是一个构建的要素 跟这个是一样的 只不过字符串特殊在于 它本身就是个对象 会放到池中一份 那么你构建出来 最终是NU死郡 这个东西是在 堆中给你个地址 对吧 跟你这不一样吗 100是一个常量 对吧 这是单独的一个东西 通过100构建出来 一个对象 得到的是个地址 也是这个意思啊 别搞混了 别搞混了 所以怎么可能成立呢 对吧 好了 堆中的地址可以和常量池的地址一样 你要是不NU是吧 那自然就是引用同一个 你要NU了 这就表示你显示的告诉了你的计算机 告诉了你的内存 我这是一个独立的 新的 不一样 那重新给SE复值 这是想说ABC吗 BCD啊 常量池中怎么变化 好 注意 如果你给SE重新复值 BCD 那表示BCD首次出现 这个就是一会我要说的问题 BCD首次出现 池中存一份 池中存一份 ABC永远不变 ABC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换句话说就是 池中的这块空间里边的内容 是不会变的了 比如说 我现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现在我是不是有ABC啊 我别拿这个说例子了 把这个关了 我来一个叠加的案例 Test Street2吧 我在这浪费时间 StreetSE等于ABC 好了 那我问问你 死菌S2等于 S1加D呢 DEF 订贵订贵啊 这个字 这个不对 在这改了 这还成中文的了 你注意 如果你写成这样 在你的内存当中 有两个对象 好 来 回答问题 来 告诉我 内存当中有哪两个对象 或者应该先问你们几个对象 好 把答案不小心说出去 两个 哎呀 我的 头子了 对了 哎 你看看 哎 注意 这些答的都对 啊 这里边有两个对象 一个叫ABC 一个叫ABC DEF 体会体会 当然了 实质上 有一个对象 满足首次出现 是吧 实际上我们说 他要不要缓存一下 如果你这个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是吧 在逻辑代码当中执行时改变的 那 他就会出现三个对象 ABC一个 然后呢 DEF一个 然后呢 ABC和DEF拼接一个 叫ABCDEF 如果这是通过其他的逻辑代码 比如说你写一循环 对吧 那就会变成那样 如果你现在写的是SE加S2 他就会自动把它 在编译的时候 就拼成了这个ABCDEF 所以不存在DEF 听懂了吗 所以内存俩对象 一个叫ABC 一个叫ABCDEF 因为你这段话 一旦编译之后 他背后就是什么了 他就直接绑他当成ABCDEF存在了 但是你这ABC 是要被SE用一下的 听懂了 所以他必须独立存在 而你这里边 第二个 ABCDEF是被谁用 是被S2用 所以他也在独立存在 那么内存当中就会有两个常量 分别是他和他 听懂了 嗯 行了 说了不说了 说了就不说了 体会体会 体会体会 地址不分开拼接吗 没有那个 注意了 什么叫常量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往一块内存中一存 它就不能变了 它就不能变了 它能不能在原有的空间拓宽呢 你想想 我这用到了ABC对吧 好 它在内存当中开辟了一块空间 这不就这样了 好 我这第二个变量想用的是ABCDEF怎么办呢 我能不能把这里的空间改了 你想想为什么要是常量 常量的原因在于 你这要是把它改了 好像 你是满足了第二个条件 但是这第一个 他找 他在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找谁去啊 他找那块空间已经被别人修改了 体会体会 对吧 他在用的时候还有ABC了吗 没了 那内存当中就不存在ABC这块空间了 变成了ABCDEF了吗 那这不就第一个变量 不就会产生问题吗 对吧 你不能因为就着他的需求 把原来人家那个改了呀 所以当你做字幕上拼接的时候 这块空间是不会变的 它会再来一块空间 这个空间干嘛用 这个空间是结合了刚刚第一个常量 然后呢 拼接了第一个常量的值 和自己的值 变成了ABCDEF 然后你引 这个 引用他的 我呢 我就引用这个了 看懂了吗 这就两个事了 所以这时候内存当中有两个常量啊 好了 你们完了 你们 你们完了 你们在这里绕进去了 那如果死坠SE等于ABC SE等于DF 那始终怎么变 一样的 跟我刚刚说的一样 只不过 它不变性就在这 它不会变的 只不过表示你第一个引到ABC 第二个你不就给SE付了个新的地址吗 那就意味着它指向了新空间 这块空间没人用了吗 这个常量 没人用了 常量 那就等着垃圾收集就得了 对吧 干嘛你要操心它 会不会变呢 不会 知道吧 它后边会收集掉 而这个会始终存在 被引用者 不要考虑它变的问题 它是不变的 SE是变量 你们还是没闹明白 这个东西是常量 这个东西是变量 变量是个空间 空间里存的是地址 变量不能变 那不就变常量了吗 所以SE是变量 SE重新复制 不能怎样的 它跟你池中这俩值有啥关系啊 好了 我觉得现在啊 在纠结的这个问题 不是这个知识本身的问题 你们回归到了 部分同学回归到了变量 能不能变的问题了 这两个事啊 区分开来 区分开来 这是变量 引用关系罢了 等号右边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旨 在此刻这个案例当中 等号右边才是我们讨论的内容 好吧 等号左边不是啊 这是个变量 这是常量 好了 好了 体会体会啊 体会体会 我们有两个案例 是吧 这个案例呢 说明了基本的内容 那么这个死均二呢 我也说明了一个拼接之后的效果 对吧 行了 那么实质上呢 我们仅仅是开了个头 仅仅仅是开了个头 对吧 那么当然了 我看怎么好像还有问题啊 来这样吧 现在也开不了头了 已经都四点五十了马上 我就就着这个问题吧 给你们做一波答疑 好吧 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就问 好吧 你们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问 咱们就是这个就给他说明白了 别带着疑问 是吧 今晚再睡不着觉 好 聊聊吧 聊聊吧 看看有什么问题 我先回答第一个啊 说双眼号是GYM当中的一种特殊用法 谈不上啊 双眼号呢 是语法层面的 双眼号是语法层面 也就是这个东西叫 是Java语言规范规定 所以不是Java虚拟机规范当中的特殊 Java语言规范当中 双眼号内字面值 这里写的所有的字面值 这个就是常量 只不过虚拟机会把它 直接当成常量处理 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地方 那么现在讨论的是 常量这个东西是不能变的 好 接着 加号是拼接ABC加DEF 等于ABCDEF 是的 那么你要注意 这个代码你要怎么写 你要怎么写 它是不一样的 我再说一遍 你第一行执行ABC表示内存中 是吧 内存中 存储ABC 好 当你用 我看看你那代码怎么写 ABC加DF 是吧 那就看你怎么写了 如果你在这儿写的是 这个 没有ABC加DF吧 就这么个意思吧 如果你写的是单影号ABC 然后呢 拼上 是吧 拼什么呢 拼DF 这行代码 直接就会 直接把它当成什么 直接就当成了ABCDEF 注意 这样写 直接编译 编译时 直接处理为 ABCDEF ABCDEF 但是如果 这是第一种情况 情况一 如果是情况二 什么叫情况二呢 如果情况二 你是先有了ABC 然后还有人对它做引用 比如说你这儿 SE等于ABC 对吧 那是不是表示ABC 这个东西被人用着呢 对吧 好 所以它在编译的时候 就是个独立的 你注意啊 这跟内存没关系啊 这是编译时 人家把它当成了一个东西来看待 因为 没必要写两块空间 然后再拼接一下 成为第三块空间 那两个空间还不用 就懂了 所以这儿呢 一定是 单独存储 ABC 然后你做拼接是吧 你比如说S2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S1加上DF 好了 那这句话 到底得到什么呢 首先你S1的ABC是存在的 对吧 我在这行代码编译的时候 这就是ABC 这就是DF 对ABC有单独引用 我没变 对吧 对DF可没有单独引用 有没有人单独用它 没有 所以它不需要单独存储 直接拼在一块 在你的内存当中 单独存储什么呢 ABC DEF 好了 没什么说的 如果 S2等于 DEF 然后你这是 S1加S2 那就有意思了 这儿单独存储ABC 这儿单独存储DEF 然后这儿再单独存储ABC DDEF 因为这三个常量 被三个变量所引用 它用它的 这里不能变 它用它的 这里不能变 它用它的 这里不能变 这三个都被人单独用过 所以你就得单独存 但是始至始至终 内存空间到单独存储层面 还是到内存空间 而内存空间当中从没变过 它的地址就是一个 不会因为说下边这儿拼接了 这儿就附用了原来的地址 这是1111 这是222 而不能说它俩拼一块的 说合并了吧 往一块揉 不行 这是单独的一个空间 只是引用了他俩的值 好了 S1 S2不是同一块地址 这个案例跟刚才那个 不太一样了 是吧 S1和S2地址为什么相同 这个跟刚才那案例不一样了 S1和S2地址一样 我的妈呀 问这个问题 上一个案例吧 我这个变量名起的不太成功 是吧 我这应该换了 我这应该换了 我不要 不叫这个名字 是吧 不应该叫这个S1 S2了 我应该换5678好了 哦 这儿 这儿写错了 对 这是S2 我想说这是S3 这样的话 S1一块独立 S2一块独立 这个S3 一块独立 这个意思 饼写错 好 这个是 这是上一个问题了 是吧 这个呢 我先一会儿再说 我先把字不算的说了 100是长量吗 当然 100是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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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new integer构建出来的是一个堆中的对象 所以呢 他们两个会独立存储 DF不会再开辟一块空间吗 然后和S1拼接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这样的话 你编译的时候 它就直接当成什么 当成ABCDF复理了 好 因为指向了同一个长量 不会用new就可以有 对象不用写new就可以有 对 这个是你要注意 长量这个东西 它各 这个各输于我们的 所谓的对象 就在于 长量这个东西 本身往内存当中一读 它就是要占一块空间的 它就是一个对象 它就是一个对象 然后所属的类型 这不是很明确吗 ABC往这一放 这就是个对象 只不过它是个长量的对象 对吧 值不能变 它一定会在内存当中 要开辟一块空间存它的 只不过呢 你在这边用对电量 是对它做的一个引用 用它一下 好 那所有的死刑修饰的值 都是放在方法区的 长量值当中 这个不能这么严 这个不能这么严谨的去说 如果严谨来说的话 现在我这写的都叫什么 都叫局部的 所以呢 每一个类都有自己的运行时 长量值 长量值当中还有串值 所以呢 实质上 这块呢 得到内存的虚拟机环节 大家才能明确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 我现在是画一个简易版的 画在了一个空间里 对吧 但是实质上 这个运行时长量值会有多份的 每个类都有自己的运行时长量值 每个类都有自己的串值 是这个意思 但是都在方法区里没错 方法区是一个大的空间 一个类就一块一份这个东西 一个类一份这个东西 知道吧 运行时长量值当中包含一块值 但是如果是局部的长量 实质上 存的就是直接 就是存的值 好 回到我们的代码 只有字面值是长量在尺里 对 说的对的 SEABC S2等于SE加DF S3等于ABCDEF 那么这个时候 哦 你是要做一个判断是吗 来 这样吧 我看呢 你们啊 咱们就在这儿花点时间吧 我给你们看看字节码吧 啊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你们可能在这儿呢 就比较纠结 啊 就是用法都一样 不用在这儿花太多的时间去纠结 字不串是一个 一定是要带着内存空间 去学的一个东西啊 好 我这个就叫做 Test啊 Test什么 TestCurate TestCurate 好 这儿呢 多了我也不写啊 我就写一些极简的代码就行了 子军S1等于ABC 好了 子军S2等于S1加上DEF 然后呢 我们去看它背后的输出啊 S1 S2 好 加了两行输出语句对吧 但我们都知道输出内容是什么呢 ABC和ABCDEF 然后呢 我们对这段内容的做一个编译 做一个编译 一盘 找到我们的代码 好 我们看B B里面有我们的.class 第三 然后strings 好 然后在这儿有一个TestCrate 然后我直接通过 然后我直接通过 这窗口了 要不 我去找到那个TestCrate 然后保存一份 保存到TestCrate 这个叫做BadCode BadCode当中 装成一个独立的文件 然后把它打开 第二呢我们看一下啊 当然 哎呦 这里边内容有点多 呃 呦 我这个怎么打开的是 哦 知道了 reverse怎么当class 怎么出现的是plus 啊 Java B 然后呢 找到那个叫做TestCrate 是吧 然后保存在TestCrate 嗯 点 在扣等了 啊 刚才那个 选成什么了呢 选成那个运行文件啊 实行的是Java运行文件 好 这段呢 实质上命令大家不用 在意啊 我们就看它里边的内容就好 呃 这里边啊 有一大段的内容 我两个同学们呢 大概看一眼 这个叫什么 叫做ConstantPour 好 我这就直接加注释了 Constant 叫做长量 对吧 好 Pour是什么意思呢 池 OK 这叫长量池 好吧 ConstantPour就是长量池的意思 那么将来这个里边 下边一大段的内容 从景一开始 一直到景五十六 是我们在这个类当中 就这个叫做TestCrate 点Java当中 所有出现的长量 啊 这里边刚才看到的 从景一到景五十六 是这个类当中 所有出现过的长量 好了 那么 将来这些长量会存到哪去 会存到运行时长量池中 啊 运行时长量池叫空间 好吧 这是我们Java的内存空间 而这个长量池指什么 长量池指的是个列表 好吧 所以长量池 运行时长量池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啊 好了 然后在这里边有哪些内容 好 你看到的这个 UTF8 就是我们的长量 字符串的长量啊 字符串的长量 好 那么 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啊 这个里边有哪些内容 啊 你看 到这来 这一段 能看懂的 我们就就看能看懂的啊 Public Statical Void Man 这是不表示主函数啊 对吧 好 下边是这个主函数的执行的代码 啊 就是我们现在写的是应用层的代码 接着呢 我们一旦编译之后 会有字节码指令 这个东西是Java帮我们做的 对吧 也就是简化我们编程 字节码指令是交给Java虚拟机执行的 嗯 所以我们应用层代码很简单 但是字节码对应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 那么注意什么 我刚才说过了 这里边会存在的对象有啥 首先你注意看这 这 第一行代码指令执行时 这就产生了一个死菌的ABC 看到了 对吧 接着它做了什么事情 它会帮你去做一个临时的存储 Astore E 就表示把它记录在一个变量空间中啊 比如说它就叫 下标就叫E 它里边存什么呢 存ABC 好了 就存好了啊 注意听 再接着 它帮你创建了一个对象 叫做Street Builder 是我们后边要讲的 本来这个知识应该放到 讲完了Street Builder之后 我再说 你们非要现在问 那我就现在跟你说一说 这个东西 就是刚刚我们在API文档当中提到的一个什么呢 叫做字符串缓冲区啊 支持可变字符串的缓冲区那它才是可变字符串 死菌本身不可变而这个字符串缓冲区指的是我们后续要了解的两个类型一个叫Street Builder Street Builder 一个叫Street Builder 那你看现在它就用到了谁呢 用到了这个Street Builder 那么它做了什么事情 你到这边来看 首先 刚才我说了 这儿呢 创建了一个对象 之前已经存好了一个ABC了 对吧 ABC存在这儿了 然后创建了这个对象 然后干嘛用呢 这个Dub复制就不说了 然后load了 这个值拿出来ABC拿出来 然后调用了一个静态的方法 这个静态的方法叫做Value of 实质上就是构建了一个字符串 再接着调用了这个Special的这个构造方法 好 再然后又来了一个Def的长量 对吧 在你的字节码文件层 然后干嘛用了呢 注意看 下面调了一个Virtual Virtual就是我们的普通方法 然后Append Append的意思是什么 Append的意思是把现阶段 刚才我们load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值 和现在的Def进行追加 那么追加完了之后 它会重新的把它转回成字符串 再然后存到空间二种 刚才这个我说它下标一 这块还有空间叫下标二 下标二存了个什么东西 存了个通过Append追加之后的 ABCDEF 然后ToStream 转成字符串存到这里 所以 DEF 这就存完了 注意啊 这就存完了 然后get static 这表示 获得到了我们那个SitTime.out 那个东西 是一个我们后边挡教的一个流 就是这个print stream类型的 然后把第一个值漏得出来 好 这个漏得出来之后 它是谁呢 ABC 然后调用这个SitTime.out的这个方法 什么方法 叫做println方法 把那个ABC打出来 再然后get static 还是拿到了一个流 这个就是我们的SitTime.out的println 然后把第二个值漏得出来 ABCDEF 拿出来 好 然后在这再打一遍 它叫什么呢 要用println方法 打了ABCDEF 然后return方法结束 没有参数 没有返回值的方法 遇到return直接结束 这就是整段代码的逻辑 那在过程当中 它存储了两个内容 一个叫ABC 一个叫ABCDEF 没了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这都是啥 所以我说嘛 对吧 我刚才就跟你们说了 这个东西呢 实质上像我们的自解码指令 对吧 像我们的Java的内存结构 你似懂非懂就可以 为什么 我们现在解决的 叫应用层的问题 对吧 什么叫应用层 就是能编程 能写代码逻辑 这个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等你把这个事搞定了 换句话说 就像你买了个自行车 你已经会骑了 你下一步对它做改装 你才需要学习修车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现在告诉各位的 为什么我们会提这个字不串的不变性 是因为这个东西将来人在内 在考核 不是在这个面试环节 他可能会问的 问到什么 字不算常量不可变 对吧 然后存在池当中 再然后呢 这句话产生一个对象 那么没有上面那句 只有下面那句 它会产生两个对象 这个先记住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的死菌在SE阶段的 所有重心都是方法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掌握 好 这是对此菌的第一个维度的学习 你要掌握的是方法 那么 等各位已经完全具备了应用层的编程能力之后 我们会学什么东西呢 我们会学JVM 好了 哎呀 这个东西吧 我给你们找一下 我大概给你们扫一眼就得了 高级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学 比如说 我给你看看我的网盘里面 个人的视频 然后呢 哎 没在这 哎呀呀在在在 看到了啊 看到这 哎 好了 PDF 我们下载一个啊 对于非对吧 哎 给你们看一眼 后边我们会要讨论到的 内存结构啊 这样的话呢 早晚都是要讲的啊 所以你别着急 到什么时候就学什么东西 哎 我下点什么 从这打开 哎 打开文件 好了 OK 来 大家 可以观摩一下 哈哈 这个是我们虚拟机的内存结构 啊 这个才是我们虚拟机的真实内存结构 叫做我们现在使用的虚拟机叫做Hotspot 啊运行时的相关数据区都有什么 虚拟机站 Java堆 然后飞堆 飞堆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方法区 实质上方法区在这地可以把改名了叫做Mister的Aryl 对吧 这里边有涵盖的内容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类的信息 Class Data 包括还有什么 刚刚我们提到的Runtime的Constant的Pool都在这 而这个空间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运行时常量之当中 都有哪些内容 在这呢 很多内容 对吧 哎 好 Numeric Constance 这叫数字型的常量 UTF8的常量 指的是字符串 是吧 然后还有相关的类引用 方法引用 接口引用 属性引用 名称和类型 对吧 哎 方法的这个句柄 包括这个动态调用 其实这些东西才是严格意义上的 我们的Java的运行时数据区 哎 所以呢 刚才同学们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是这儿的问题 那好了 这儿的问题要在什么时候给大家一个最终合理的 是吧 你能完全通透的解释呢 实质上绝不是当下 哈哈哈哈 绝不是当下 啊 这是高级的 啊 这是高级的 我说过 这个东西 实质上是在你三年开发的时候要搞明白的 三年程序员面试的时候 人家会问 哎 你了解Java虚拟机内存结构吗 你要告诉他 我略懂 略懂 是吧 那都有哪些呀 至少你要跟他说出来 哎 有Java的虚拟机站 有Java的堆 有飞堆 哎 然后呢 站当中有什么结构 哎 在这儿 局部变量表 操作书站 程序技术器 方法返回地址 还有动态链接 OK 略懂 OK 就是这个意思 这儿呢 我也有视频 是吧 别着急 你要赶进去呢 我可以提前发给你听 对吧 但是我说了 这个东西 三年程序员的 必备技能 啊 三年 因为你三年网上面试 比如说我现在是个P4啊 我比如说工资 18000 我想往上进阶 进阶多少呢 我想在公司升P5 或者到下一个公司 P4对应的 比如说P5 也可以 对吧 你往上升工资 比如说21 21500 21.5倍 那么他参考的考核范围 就涵盖这个东西 听懂我的意思啊 这是北京的一个 差不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态啊 P4 P5 P4升P5 大概就是从18K升到21.5K 然后他就会参考这块的内容 但是三年前的程序员 没人考你这个 对吧 那考你那是为难你呢 对吧 就像我现在问你 你给我谈谈架构思想 那开玩笑了 是吧 所以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那这块的东西呢 后边咱们也会讲到 当然我现在也有对应的 以前录制好的视频 感兴趣同学 可以私下找我要 这我不多说了 那么现阶段回归到当下 我要告诉同学们的 什么才是我们这个SE阶段 要掌握的核心 学这一章的内容 是死菌本身 不是他是不是敞亮 创建了几个对象 不用纠结这个东西 注意啊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应用层问题 这些方法的问题 如何获截取下标啊 是吧 它包含哪些内容啊 怎么转字符数数啊 对吧 然后包括我们怎么去获取到一个 位置所在的内容 是否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呀 对吧 它的下标对应下标又是第几个呢 字符算长度为多少 如何去掉前后控格 如何转大写转小写 以什么结尾判断它的后缀名称 然后如何进行内容的替换 如何进行拆分 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现在的重点 这个你没搞清楚 纠结刚刚说的那个没有意义 因为你现在再花时间去想 我跟你说 你的知识储备 现在有断层 所以这儿你是想不透的 对吧 你只能是大概略懂 只到这儿 因为它前置的知识储备很多 就好像我们现在SE阶段 对吧 SE再往上是JavaE JavaE阶段再往上 是我们的微服务分布式 对吧 那 你告诉我 现在有没有可能 说你跳过这段 就去理解了微服务呢 我跟你说绝不可能啊 这不就产生了知识断层吗 但是你们现在刚刚在问我的那个问题 我在给你们解释了一个 对吧 画了一个现在可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图之后 如果你还要究其根本 那就会存在一个特定的这样的场景了 就是中间有知识断层 没有办法在跨过一个知识体系之后 去理解更高级别的内容 所以我说这儿呢 你要懂得放下 是吧 好了 不花时间多说了 这儿呢 多说了一点 还是那句话 明天呢 我们会讲一个更好理解的案例 因为明天会提到什么呢 我们会讲到 这个可变的字符串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东西 紫尽Builder 然后我们会结合这个案例呢 再去说明一下 是吧 ABC和ABCDEF的问题 你们感兴趣 我明天就再说一遍 是吧 但是要带着他说 没有他 现在 还是有一个问题 对吧 刚才你也看到了 在反编译的时候 也有他的出现 那为什么 这儿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再多说了 不能再多说了 明天 这个问题 是吧 明天解密 明天你们再说哈 好了 这儿呢 不花时间了 我们说一下今天的作业 今天的作业 来 集题 集题 作后集题 之前我们是在字符串这张 是吧 第九章 但是呢 因为没选字符串 所以有一部分没用 没写 是吧 今天能做的 除了死隽的一些相关方法以外呢 其实很多东西也都可以做了 是吧 包装类型可以做了 主要今天讲的就是包装类型 那好 大概扫页 然后明确一下我们今天的作业 Ecos加class 这个好像都做过了 是吧 二三四五六九十应该是做过的 第七是什么呢 是字符串 你看今天 字符串的不能做 八也不能做 九也不能做 十也不能 完了 那这么看的话 好像没什么能做的了 好尴尬 嗯 今天没作业 这个事 说不过去吧 谁说网断了 卡了 哎呀 这个太 我有一种让你们得惩的感觉呢 哈哈哈哈 哎呀 又跟我说复习啊 啊 哎呀 这真是的啊 这就没提了 这多尴尬呀 又不卡了 全是套路 你们这一天天啊 哎 什么 我今天讲几个案例 我没讲几个案例 这有啥写的呀 哈哈 哎呀 我有一种 有一种被 哎呀 不好说 这个感觉 哈哈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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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了 行吧 复习 好了 这样啊 这样 呃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咱们现在的那个 预习啊 这个教父系统上 是吧 呃 教父 然后 诶 student的吗 一千封 我不记得了啊 语名我不记得了 呃 教父系统当中 应该有我们的视频 应该有我的视频啊 教父系统当中 现在 那个闯关的 那个 呃 那个那个 那个闯关的机制啥 是吧 哎 那里是有我的视频的 好了 这样 我今天留一个作业啊 留一个作业是什么呢 预习 啊 哎 我写 得写这儿 写这儿啊 好 作业 行 我今天呢 放过你们啊 好 复习今天的内容 是吧 复习哪块内容呢 就是 呃 包装类型 呃 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还有 死菌呢 开了个头 对吧 呃 但是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预习 预习 死菌类中的常见方法 哎 这个常见方法呢 我都写在PP上 对吧 哎 这个 都在这儿啊 我也不为难你们 这个动态的是吧 可变长的啊 可变的这个字不串 我不让你们预习了 后边的这些 是吧 big decimal 你就把这个 我现在常用方法 这一列啊 这儿罗列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个方法 十一个方法 是做什么的 搞清楚 这个事绝对是可以具备 自我预习的 对吧 实际上就是 使用呈现一个效果 使用呈现一个效果 然后对应我后边给到的解释 啊 这个明确一下 明确一下 明天我们要提一嘴 但是明天我也就 演示一遍 是吧 因为这个叫所见即所得的 没有任何的难度 今天花时间把这十一个方法 做到充分的预习 可以吧 行不行 这个事同意吗 啊 预习我们的 自尽类中的常见方法 十一个 好 嗯 哈哈 行 那 今天的作业明确一下啊 啊 反正我跟你说 这个客后习习早晚都得做 你跑到河上跑不了庙 是吧 你今天少许点 明天你就多许点 一样的意思 啊 反正我是稳赚不赔的 啊 行吧 那就这么着啊 今儿就到这吧啊 然后啊 我视频停一段 不过呢 如果有需要同学 需要答疑的话 是吧 哎 那你就直接提问题就行了 啊 对我 我本转不赔 我本转不赔的